好 來看到濃濃黑鹽跟火光 是不斷的直竄天際 那麼這個畫面是發生在 11號的上午10點多 高雄中油的林園場 這個燃燒塔突然發生這樣子的畫面 很多居民看了都說 這個中油又發爐了 因為疑似是這個 親友裂解程序的壓縮機跳車了 才會來製造黑鹽 先來聽一下 稍早訪問 這邊是時間確定 大陸會很高 人家就我們碰碰 安全開始了 走到五六十公里 跳車當然要先把要縮機 他跳車要不要再停掉 管線裡面的氣體 就是必須排放到安全裝出去燃燒 燃燒的時候 有時候量比較大 燃燒會有一些不完全 就會產生黑煙 好 環保局監測也表示說 這樣子不完全燃燒 造成黑煙的狀況 已經違反空污法第32條 會裁罰10萬到500萬元的罰環 那麼在今天上午10點20分左右 這個壓縮機已經重新啟動 燃燒塔也已經停止開放